昨晚五味人生一眾演員晚飯慶功 各位演員還得到大廚的賜教 齊齊膠製 鹹、甜、酸、苦辣 五種不同的味道食物 雖然大家有點手忙腳亂 大廚就送回劇集裡面一道名菜 五味魚鼓勵大家 傳聞劇集出街之後 安仔得到街坊的熱烈外帶 買三個不用付錢 因為那些人怕我騙 做老千怕我騙他 索性你不要騙我給你 我沒有 我不騙人 如果劇集收視保持上升 兩位主角會不會有激烈的答謝行動 你想想我們會有什麼更激 我們可以激到怎樣 三點式 三點式再倒立好不好 再加取 好啊 我也想 誰做給我看 楊秀慧和梁烈惠 在戲裡面有激嘴的鏡頭 維惠竟然說是秀慧的陰謀 其實是這樣的 秀慧就說 梁烈惠雖然個子不是高大 樣子又不是十分英俊 都算英俊 身形OK 但是她最性感的地方 就是嘴唇 很軟熟很正 他就給錢監製說 這件事我一定要跟她嘴的 我嘴了兩次 Regine第一次 飛到Hot Child另外兩位姊妹 自己拍劇大叫好玩 以為拍劇經常都會被人說 或者會 我很害怕 我很緊張 但是發覺 全部的人都很好人 即他們都很照顧我 五小生和米雪 這一批是老拍檔 難怪演出這麼有默契 很感謝監製 真的給你這麼開心的劇 我一看 談劇本的時候 我就說 好好好 當然了 因為你聽見我 我做的嘛 我不是說完 因為有小生 我們多久沒有合作過 是啊 我也是聽見監製說 你做我才做 很想我們沒有嘴 聽見他們整幫人說 有嘴 其實我覺得 在戲裡拍Kiss 4 對我來說 是一個苦差 因為 我最怕跟女生Kiss 我聞不到唇膏味 傳聞伍小生最近 狠飛一名內地女子 令她淚灑街頭 米雪原來是知情人士 整喊人 做什麼 做人家去吃東西 是嗎 又分手 我真是完全沒明白 其實我知道些的 平時我也跟小生去吃東西 是真的 難道又寫我們 那是影迷 我已經問了她 我真是不知道 我影迷 我的忠實影迷 她們在內地 她們在電腦上 知道我 那天搞五月人生宣傳 專誠來香港 然後藉這個機會 我都惡了 然後她們在TVB那邊 那裡 知道我那天 會出席宣傳 她們專誠坐飛過來 是呀 人家這麼熱情 這麼有誠意